我們還是上課了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那個 就我們這邊講個綠了 這就是我們以前上的那個氫原子 我們只考慮它的原子核的位能 電子跟原子核的位能 那我們現在考慮其他的比較準確 包括相對論的修正項 還有另外很重要叫自尋軌道交付作用 那首先我們談的是那個相對論效應 為什麼要考慮這一項 因為當 雖然電子在原子裡頭的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當高電核心的話 我們來看 當原子核 靠近原子核的時候 這是發散的 我們說如果是位能很深的話 動能也會怎麼樣 對 動能也會很大 動能很大就是速度也很快 所以靠近原子核的時候 電子速度非常快的 所以這時候需要用相對論來處理 我們再把原先那個系統寫下來 這是我們原先用的公式 這是動能部分 我們知道這是古典的動能 所以我們這一項要換成相對論的 然後我們再把這一項把它恢復到原先的 我們看 這是我們原先的公式 這是直子的 就是原子核的 這是原子核 然後這是電子的 我們原先這一項是這樣得到的 我們就這一項 就是這一項 這一項是這樣來的 但我們中間過程有一個是因為 我們總 總動量就是直心動量 直心動量 直心動量射成0 所以原子核的動量 所以原子核的動量 就等於它的部的 所以這邊平方是一樣的 我這樣知道原先是怎麼來的 因為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我們知道 這一項還成立了 這一項還是原子核的動物 還是古典的 我們還是各用古典的 但這一項我們就要換成什麼 電子部分我們就要換成什麼 電子部分我們就要換成什麼 就要換成相對論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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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嗎 所以現在 就是前面那一項 我們換成相對論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這樣寫了 我們換成這個 就把那個電子的動物 動物不能換成 換成電子的相對論的能量 因為它速度還是很慢 對柱子來說速度很慢 它是 你知道電子跟子子的質量差多少 它說死的負四十分之一 所以 對 所以 子子的它的 就是說 它動量是一樣的 但它質量很大 這樣知道嗎 所以還是很小 對 我們不用 至少我們不用考慮 至少可以省略掉 你用相對論的動物 也沒錯 你也可以用相對論 但沒有必要 這樣知道嗎 如果它那個相對論的動物 反而就是平方的相加再開動物 因為我們 原本的相加也可以 什麼叫原本的相加 就是平方的相加 就是平方的相加 那你加 這是總能量 這是總能量 這是靜態質量 你也可以把靜態質量擦掉 把這相擦掉 把這相再減掉也可以 你用相對論動能 你用這個可以 但這是常數 所以沒關係 這樣知道嗎 直接換是換成這個 這是動能 這是相對論動能 這樣知道嗎 但這是常數 所以加一個常數是沒關係的 有問題 對 所以這邊 這是總能量 不是只有動能 動能是這樣的 這是動能 這是總能量 然後減掉靜態質量 就是動能 這樣會嗎 那因為這一項是靜態質量 是常數 我們加一個常數的話 不影響 對 好 那麼底下 我們底下 我們底下還是 用這樣進去解的話 還是很難解 所以我們把它換成怎麼樣 我們把它換成那個 換成是電子動量的什麼樣 的動向式 所以我們這樣用 這加個1好了 我們用這個展開式 那我想這個展開式 裡面那個數學所冊都有 我們代金展開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把它捨開來 所以第一項是M 就靜態質量 再加上 這一項剛剛好變成什麼樣 變成 就古典 變成古典的這一項 然後再剪掉後面這一項 這部有沒有問題 然後這一項 這是靜態能量 靜態能量 靜態能量跟這靜態 對不起 這靜態能量跟這靜態能量 消掉 讓 用誰不捨都無所謂 因為它這個常數 這樣會嗎 所以我們 靜態能量 靜態能量 你可以加熱能量 嘗試都可以 那這一項 這一項再跟原先那一項 這兩項合併 就跟這一項一樣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都是哪一項出來 所以都是這一項出來 這樣會嗎 相對原先的H0 這是H0 對不對 H0有第一項 第一項原先是兩 第一項是這個來的 那這是從這個來的 對不對 我們換過來以後呢 這一項就跟原先的一樣 好 這樣跟原先的一樣 所以這一項再加上這一項 就變成原先的這一項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寫在左邊了 所以我 好 剛漏掉了 我還沒 知道 這層上這個的話會下掉一些 我重新寫 這一項 你們知道 這M1跟 這是四次方 消掉一個變成三次方 然後C平方 這是C的八次方 所以 這邊還有C四次方 C是C的四次方 這邊是平方 所以剩下的是平方 然後P的是四次方 所以寫在這邊 我們剩下這 變成這樣的 這樣的式子 另外還有一個後面的 衛能 怎麼樣 它是個常數 我可以加上這個常數 你算計算結果 後 你要算能量的話 再加上那個常數都可以 或者你用原先的 或者你用原先這個動能 你用原先這個動能 那這個跟這個消掉 也可以這樣想 同學還有沒有問題 你們看 這一項跟這一項 就是原先的H0 對不對 第一項跟第三項 就是原先的H0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成是 H0加上H1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那H1追這一項 就是 電子動量的四次方 然後除以八 電子質量的三次方 然後C平方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看 這一項大概是多大 如果這一項很小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什麼定理來解 對 這項很小 對 我們可以用前面那一張圍繞定理 怎麼樣 圍繞定理來解這個問題 這樣會了嗎 那我們來交代一下看 我們來交代一下看 這一項大不大 這一項是不是很大 那這也是這樣子 一項 這是新的一項 就是相對原先的動能來解 對 那這是差不多等於 差不多十的負五次方 所以能不能用圍繞 可以 因為這一項非常小 沒有 這是動能部分 應該動能部分 應該動能部分 我們現在講order 你們知道order的意思有沒有 order就是它大大小 我們以前不是講過嗎 動能跟未能差多少 動能是未能的絕對值平方嗎 對不起 動能是未能的絕對值的一半 還繼續的 所以動能做差不多是等能量 還有沒有問題沒有 蛤 哪一個 這一個 平方 你們照這個比就知道了 這平方 這平方 所以這平方 從這裡來的 所以這邊就告訴我們 這個修正項很小 差不多十的負五次方 所以我們確實可以用怎麼樣 確實可以用圍繞定律 對 定律 那這是第一個修正項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然後這阿法 阿法你們知道嗎 我以前根本寫過阿法是什麼 還記住記得我們要複習一下 阿法是fine structure factor 大小多少 一百三十七分之一 我以前寫過了 你們現在再註明一下 阿法是一百三十七分之一 那我們要考慮到第二個修正 第二個修正項我們叫做自選軌道交流的作用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這邊是個原子核 我們原則在這裡 電子在這裡 對不對 那電子它有動量 它有那個 它在做運動嘛 它有所謂它有動量 或者有腳動量對不對 然後對原子 如果你把座標設在電子 就從電子來看 從電子來看的話 原則是相對它什麼樣 相對它做運動嘛 那原則是有沒有帶電 原則帶電 所以我們在 你學到電磁學知道 就點電盒 它在做運動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 會產生磁場 所以對電子來說的話 原則在它這裡是產生磁場的 那電子有一個磁火局嘛 那磁火局在磁場中會怎麼樣 就有一個交貨作用的位置 是不是 那我們下一步要走 到底在這裡 那個 對起來磁場是多少 那我們要用複習 那個你們的電磁學所學的 我們把那個電磁學的功勢寫出來 我們把他多寫下來 要注意 我們這邊是 你們再複習一下電磁學 應該有這個肉 這邊R呢 這邊R是從這裡到這裡 要注意 這是點電盒的來源 它的位置點 這是觀察點 這樣清楚嗎 這是電子所在的地方的觀察點 所以這R是這裡到這裡R 這個V呢 這個V呢是 我寫一個Vn Vn是以電子做中心 以電子做中心 電子原子核怎麼樣 原子核的速度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改寫一下 我們把這個改寫 我們把它改寫成這樣子 我們把這個電核 把電子電核 移到這邊來 這Q 對不起 這原子核的電量 我們把這個 我現在在這邊 Q是原子核 我把這個電量移到這邊來 那你們看這一項是什麼量 對 電場 什麼樣的電場 什麼樣的電場 蛤 對 就是 這個點電核 在這個地方所建立的電場 所以我畫在這邊 就是說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寫了 有沒有問題 同學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我們知道 這是原子核 這是原子核的速度 原子核的速度 原子核的速度 跟電子核的速度 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 我們把 座標中心 換到原子核上頭 我們把座標中心 換到原子核上頭 那這樣的話 V 電子的速度 就對原子核的 以原子核作為原點 做靜子座標來說 電子的速度 跟原子核的 插成什麼關係 就插個符號 這樣會的嗎 這是以電子做中心的速度 原子核的速度 這是以原子核的做中心的 怎麼樣 電子的速度 所以我們最後這個式子 可以寫成什麼 就可以寫成這樣 要插個符號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然後 K呢 K呢 是等於西分之一 所以這等於是負的 負的西分之一 這是磁場 我再提醒你們 我這邊用的是CGS單位置 那以前 我不曉得有沒有跟你們講過 你們事實上都用MKS MKS的磁場 跟CGS單位置的磁場 是不一樣的 它差一個七分之一 這一點你們 我記得以前講過吧 那我也有跟你們講過 我為什麼喜歡用CGS單位置的原因 你有沒有講過 沒有 因為如果說用CGS單位置的話 磁場跟電場是一樣的 它只是在速度空間的不同分量而已 這樣清楚嗎 但你如果用MKS單位置的話 這就不一樣了 因為 MKS單位的磁場跟 跟那個 CGS單位置的磁場是不一樣的 它差一個七分之一 所以它單位音色也不一樣 那我們再過來 這是磁場 那 電子本身有磁場局 我們再複習一下電子磁場局 我把它帶進來 電子所在位置磁場 這是電子磁場局 對不對 所以他們交互作用是負的磁場局 點成磁場 那我們把那個M 把M帶進去 我們就得到負的 然後 我們就得到這個結論 都超了 然後 負號跟負號消掉 所以我們就得到 然後 最後我們得到這個式子 我們得到這個式子 那你們當然知道 這是電子的自選 自選的 攪動量 自選的 攪動量 OK 那我們再把V帶進來 V在這裡 我沒有寫錯啊 我沒有錯 那我們再把V帶進來 V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得到 負的 我們就得到這個 一 我們就得到這個結論 OK 其實應該我G 我G都沒有掉去 跟二消掉 如果跟二消掉 我應該寫成進四符號 因为我们知道G不是刚刚的2 准确值我已经超过给你们 那我们知道V跟动量充有什么关系 V就是质量 质量充动 所以我们就得到 所以把它换成动量 所以就得到 还继续的 电场跟未能是什么关系 就是一个点电盒 点电盒所建立的电场跟未能 负的 叫做未能函数的梯度 负的就是电场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就是我这边还有个负号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是那个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这个结论 这样会的没有 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再稍微把它改写一下 你们知道这是未能吗 那未能是什么样形式 假如氢原子的话 对 R分之一平方 对不对 J乘一平方 已经是原子序 那这样会我们这一项就可以改写成这样子 我写这知道意思没有 这是什么 对单位向量 这样可以吗 所以单位向量对这个文件就是梯度 所以我们就最后得到这个结论 我们下一步呢 我们把这两个对调 叫做R 位置向量对对 跟动量的我们把它对调 那两个向量交成对调的话 插什么 插个负号 所以我们就变个负号 然后 想不想我写的意思 我把电子的电量对 乘到这边来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 这次静电 这是电位 电位成像电量以后变成什么 变成能量 变成微能 所以以后我们就写成微能 所以我们就最后得到这结论 负的 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 这一部分就是脚动量 R交成P的 R位置向量交成动量 就是脚动量 这样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名称什么来的 这是自选 这是什么 对电子相对原则运动的怎么样 的脚动量 也就是轨道脚动量 所以S点乘L 就是这个名称的来源 自选跟怎么样 自选跟轨道的交互最后 因为这是轨道的脚动量 这样会的吗 那这个公司我们是从古典 从古典的电动力学 得到这个结论 但正确的交互最后 还要再除以二 这是从古典电动力学得到的 真正的质 就真正的交互最后 这边还要再除以二 这样会吗 这二是从相对论的量子力学得到的 我们导这些 我们导这些质量 知道它的来源 它的物理来源是什么 好 你们这边注明一下 正确的交互最后的能量 这边还要再除以二 那这二是从相对论量子力学得到的 就迪洛克 迪洛克相对论量子力学得到的 这样会 所以我们有两个修正项 这是原先的修正项 这是相对论的修正项 然后这是怎么样 自选轨道交互最后 我们有两个修正项 我们有两个修正项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解 以后我们就要解这两个修正项 它的对能阶的影响 你们现在同学人数比较多了 我在我看 就是你们的期中考试 我稍微看一下 有很多同学居然到现在连地体积分都不会积 所以很离谱 然后第一题 我记得是习体 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做习体 第一题要这样做的 就是说 任何破函数 破函数 破函数就代表一个立体运动的状态 我一直在跟你强调 破函数跟 eigenfunction 是完全两回事 相信什么 但任何函数的话 我一直在讲 因为 eigenfunction 是一个完整集合 所以任何函数的话 都可以展开成 eigenfunction 什么 的线性核 当然我们现在的n 以前我更有 我以前更有 这n是一个排序 就是一个变道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 我们现在是用在原子 在轻原子里头 所以我们就换成什么样 这n跟这个n是不一样的 这是轻原子的主量子数 所以它是从e开头的 这只是变号 那l当m的 那机态n多少 就100 对不对 所以c 然后cn 对不对 这细数是这个值 细数是这个积分 那发现在 这状态后蓝率是多少 后蓝率 就这展开细数的什么 绝对值平方 就是发现在 这个状态的后蓝率 那我们现在把 我们现在就算 我们现在机态是100 所以这边带你100 就是了 所以这 所以这等于是这个积分 所以c100 对不对 你们在做积分的时候 要注意 Fy100 是什么 Fy100 R10 Fy00 Fy00 四块 然后把 这带进来 所以是 R10 然后再Fy 带进来 就这样子 这样子而已 所以 对 这样会吗 或者你用立体小积分也可以 你再像立体小积分要这样用 你Fy Fy可以这样写 你也可以用Y00 Y00 你就直接用这个公式了 然后你要用到这个 D 你也可以用这个 这样写什么 其实这个积分就是 就这失败 这样会吗 那我发现很多同学都不会做了 或者是做错了 那我还有 我刚刚讲过 还有很多同学 连立体积分都不会积啦 OK